接下來要上的是冷風 那剛才是暖將軍獲勝叫做暖風 那冷風是什麼東西?冷將軍獲勝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叫做冷風 符號是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一樣,考卷沒有藍色,只有三角形 一樣,三角形的尖尖的方向 代表它前進的方向 我們北半球習慣上上面是北方是冷的 下面是南方是暖的 所以接近就朝下 表示冷空氣往下推動 然後又叫做冷風 冷將軍獲勝叫做冷風 藍色三角形來表示 當我們的冷空氣推向暖空氣的時候 冷空氣會在下面 然後把暖空氣往上抬 暖空氣被它迅速的抬身 就會容易有激狀雲 然後就會下雷震雨 這種雨叫做所謂的風厚雨 風厚雨 這種雨叫所謂的風厚雨 好,剛才給各位看過了 這邊呢,這邊是暖空氣 這裡呢,是冷空氣 這邊是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所以這個叫做封面 打斜線是雲雨區 所以是封面的後面在下雨 所以它叫做封後雨 所以它叫做封後雨 或者呢,這個動畫 左邊是冷空氣 右邊是暖空氣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所以這叫做冷風 冷空氣比較重 沉在下面 往前推的時候 就是暖空氣迅速的向上抬身 就會形成激狀雲 激狀雲就會下雷震雨 所以這裡就有雲 然後就開始會下雨 因為這裡是封面 所以封面來臨的後面在下雨 所以我們稱它為所謂的封後雨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封面前面也有怎樣 前面也有一點對不對 不過為了對照 一個叫做封前 一個叫做所謂的封後 所以我們就忘記那個前面那一點點 前面那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它叫做封後雨 所以叫做所謂封後雨 所以冷風往前推 暖空氣迅速的往上抬 然後就容易飽和 然後形成激狀雲 下雷震雨 封面來臨之後再下雨 所以叫做封後雨 所以叫做封後雨 封後雨 所以這樣子一樣 冷空氣前推 暖空氣迅速抬升 形成激狀雲 然後下雷震雨 大部分都是在封面之後下的 所以叫做封後雨 這個是以前舊課文寫的 說冷風過境會有什麼影響 大部分的影響 按照你用國中學過的氣象學知識 就會曉得只有一個要用背 冷風通過碰到後面冷空氣 所以氣氛會怎樣 下降 然後封後雨 所以後面的雲雨會比較多 雲量會變多 風向會變 這個要用背 不過你也可以用想像的 前面是這次考試題目有考過的 前面是暖空氣 所以偏什麼風 前面是暖空氣 所以會偏南風 後面是冷空氣 所以會偏南風 會偏北風 所以風向會變 然後風速會變快 這是要背 風速會變快 然後氣壓會變大 因為冷空氣 所以密度大 所以氣壓大 但是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什麼問題啊 要完全通過之後才可能氣壓變大 如果你是碰到風後雨的部分 下雨的時候氣壓大會小 是喔 是小的 下雨的時候氣壓大會變小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是碰 你如果是所謂的風面是指風後雨的部分 它其實氣壓大會變小的 是要過了下雨之後 氣壓大會怎樣 變大 我以前舊課是這樣寫的 氣溫會下降 雨量會變多 風向會改變 風速會變快 然後氣壓會變大 你就記一下 偶爾會有人問一下這個狀況 這就是所謂的冷風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下一個叫做滯流風 滯流風就是 兩個冷暖空氣的視力相當 冷空氣要下來下不來 暖空氣要上去上不去 卡在這裡 用一個紅藍相間的三角形 跟半圓形來表示 這個圖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冷空氣要下來下不來 暖空氣要上去上不去 卡在這裡 這種叫做 所謂的滯流風 這種叫做 所謂的滯流風 那因為滯流風 第一個 它冷暖空氣交匯 所以天氣就怎樣 不穩定 天氣就不穩定 會下雨 還有滯流 不走 停在那邊不動 卡在那邊不動 它就會讓人 長時間連續性的下雨 所以遇到滯流風的時候 你就會下很多天的雨 下很久的雨 下很久的雨 因為它不動 因為它不動 它停在那邊不走 所以它會下很久的雨